I'm just singing cause it's over 龚丽老了,林青霞老了,张曼玉老了,唯有她把62岁活成了少女 龚丽老了,林青霞老了,张曼玉老了,唯有她把62岁活成了少女 最美的某女郎龚丽如今身材发福,网友,当年的某女郎是真的老了 年轻时候的张曼玉真是美得风情万种,眼睛很勾人,一贫一笑举手投足间处处是风情 女神张曼玉如今也老了 林青霞从上世纪70-90年代,惊艳了人们整整20年 现在林青霞如今脸上也爬满了皱纹,有了这个年纪该有的模样 照片中的刘晓庆还是女神的模样,皮肤也是非常好 像18岁的少女一样,她真的是活出了自我,这样的女人不得不让人佩服 刘晓庆,1955年10月30日,出生于重庆福林,中国著名女演员,曾主演《小花》、《垂帘听政》、《李莲英》、《芙蓉镇》、《火烧原明媛》等电影 1995年,宁波绿洲珠宝刑特大抢劫杀人案后,被抢的绿洲珠宝行由于损失巨大 加上办案期间店面被封锁一个月无法生意,最终经营出现危机,但老板陈春明上有家底于世隔年意图透过商请明星刘晓庆,来店中购物进行一种广告宣传重振 除了高额价码外在参访现场诸多媒体前还赠予了16万元的珠宝 不料当时在场的一名记者眼红心声不满,之后将此报道做负面处理,认为明星随便逛逛街就能得到十多万巨款 其对社会有何贡献,逛一趟街拿到许多农民半生所得,并暗指国家演员身份刘晓庆是否有受贿嫌疑 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引起大量不良影响,也就是所谓刘晓庆赠珠宝风波之后 珠宝店被检查机关和税务机关调查,诸多不为外界所知的风波后黯然倒闭 喜欢这篇文章吗?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